作为大使 我让我的同志们 不要太过分的担心 要严格的遵守 各项安全防范规定 一切以自身的安全为首要 尽量待在家中 不要外出 听到警报声 尽量到最近的避难所躲避 不要在窗户附近停留 尽量不要开着亮灯 也不要与当地人员发生争执 更不要出于好奇心 拍这拍那 尤其是要远离 所有与军事有关的人和事实 要严格遵守当地发布的安全提醒 和做出的有关规定 宵禁期间千万不要外出等等 总之 既然是安全高危时期 对自己的安全防范要求 当然就要更特殊和更严格一些 上书这些个不要 我也想留给咱们在屋的所有中国同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